如果有不曉得怎麽樣去做這個分享的朋友們請舉手 我們的志工就會到你們這邊來 然後協助你們來做這個分享 是 真愛就是非常珍惜的真 愛是愛情的愛 珍愛桃園藻礁 珍惜的真 愛情的愛 桃園 對桃園 藻礁的話就是 藻礁的藻礁 礁就是胡椒的礁 珍愛桃園藻礁 對麻煩你們找出 是 是 打金魚沒出來嗎 喔就是這個臉書沒有錯 是是是 會不會是因為網路的 愛情愛情的愛 珍惜的珍按搜尋喔 記得請大家按一下搜尋 那如果有需要志工服務的話請舉手 他是一個臉書 他是一個臉書 那因為 現場的直播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資訊分享給更多更多的朋友們 尤其是您的親朋好 現在我們有一個臉書 現在我們有一個臉 有一個臉書 請志工來協助一下各桌好嗎 有人需要協助舉手 有人需要協助舉手 師債 一小等 你們小等 師債 進來嗎 有找收集嗎 中文 大家記得 要嘛就是把那個網路打開 不然的話要打開一下那個數據 那個數據開來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麻煩舉手 讓志工們來協助或服務喔 好這邊是 那個麻煩協助一下這邊好嗎 謝謝 現在要先點進去 先點進去 我幫你做 幫我來電腦 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就要開始了 好 如果 對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那個請後面的志工來協助一下好嗎 謝謝 OK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今天到這裡來 好 共居一堂 那我想 我們應該都有感受到 我們在海外的朋友 生病的生病 關緊閉的關緊閉 好 擔憂的擔憂 失業的失業 我們今天在台灣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我們可以跟親朋好友們 歡聚一堂 我們也可以像今天一樣 和四面八方來的朋友 用歡喜心 來共同的學習和成長 可是我們不只現在在台灣很幸福 我們這個世代 同時也是台灣最幸福的時代 我們幾乎沒有戰亂的痛苦 我們享受了人權 自由 民主 我們只要努力 我們幾乎就會有機會 我們的子女 享受最好的教育的資源 我們的家人享受最好的醫療的體系 也許這個時候我們要想想 那我們要帶給我們的子孫 帶給年輕的世代 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今年在祈福法會裡頭 上人有告訴我們 要愛惜生命 要尊重生態 同時要注重氣候變遷帶來的危機 我們這個世代 其實可以叫做氣候變遷世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決定跟我們的行動 可能會讓氣候變遷這個危機 變成毀滅地球上 億萬兆生物 甚至人類的一個大災難 或是我們要拿出行動來 讓氣候變遷這個危機 變成一個轉機 藉著氣候變遷的提醒 我們要改變全人類的思維 我們要呼籲尊重生態 我們要呼籲尊重生命 我們要強調永續發展 同時我們要和地球這個生態 共存共榮 今天非常高興向大家介紹這個課程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程 這個課程叫氣候變遷和藻礁 希望在座的各位 聽到這個課程以後 我們可以拿出破例和具體的行動來 扭轉這個氣候變遷 然後我們在五年 十年 二十年後 我們可以很驕傲地告訴我們的子孫 我們可以很驕傲地告訴我們的未來世代 我們在這個歷史的一刻 我們做到了 我們改變了 那現在讓我來借各位的雙手 好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原培大學的助理教授 吳思沛老師 謝謝 謝謝海濱的介紹 今天非常榮幸 有這個機會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題目 那就誠如海濱剛才說的 氣候變遷確實 是我們這個世代最重要的一個議題 而這個關鍵的時刻 我們該怎麼做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夠掌握在手裡頭的 那也是依靠我們每一個人的行動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在我們的氣候變遷下 能夠協助我們去做這個固炭 去做扭轉的一個環境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他小小的 所以呢就稱他叫做固炭精靈 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吳思沛 我是來自原培醫師科技大學 環工系的老師 那我們原培呢 是醫護專業學校 他在新竹的香山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議題 當然在這個新春的時刻 大家都在歡慶說 2021年到了 我們送走了一個災難的年度 2020年大家印象中 最最深刻 最最棘手的問題 也是現在依舊還在持續的 就是我們的COVID-19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 好像覺得 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可是事實上呢 國外到處都有非常高的 這個離病的人數 甚至過世死亡的人數 那麼人類遭逢這樣子的一個疾病的災禍 我們的大自然也是一樣 在2020年也是非常的慘烈 從年初開始有澳洲的大火 將近30億的動物在這場大火中上升了 讓這個澳洲獨特的一個生態系統 激進毀滅 在新聞上沒有聽到的 還有巴西 巴西的雨林 也發生了大大小小的野火 加州這個大家就比較常聽到 也是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個是火的部分 那麼在冰的部分呢 我們的海冰 42年來 現在是夏季最小的 面積的時刻 在夏天的時候 原來應該是全球最冷的一個地方的一個小鎮 竟然可以測到38度C 北極耶 北極圈裡面 竟然有這麼高的溫度 所以我們的地球怎麼了 不論是遭遇到火的威脅 或是冰的溶解 這些都是一個警訊 大自然給我們的警訊 俗話說 中瓜的瓜 中痘的痘 我們現在面臨的這些異象 不論是氣候上的 或是我們人 人類身上發生的 都是因為我們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在200年前工業革命開始 我們開發了大量的化石燃料 我們把地底下 遠古時代儲存的能源 把它挖掘出來使用 每秒鐘 我們可以消耗這麼多的化石燃料 這些化石燃料燃燒 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問題 造成了我們今天的這些苦果 這些化石燃料燃燒呢 最重要產生的一個溫室氣體 就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它從這十年間 排放量持續的在上升 這個上升的趨勢 像我們去年2020年有新冠肺炎 大家都知道 這個人類的活動減緩 經濟的活動下降 確實在二氧化碳排放上面 我們是有看到它下降的一個趨勢 這個是排放量 排放量有下降 它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 事實上一部分會被我們地球生態系吸收 那麼另一部分呢 就會留在我們的大氣層中 也就是所謂的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的濃度 大家看一下 這二氧化碳濃度 到了2020年去年 已經高達414ppm 這是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 這個濃度呢 甚至比2019年還要高 這告訴我們什麼 就算我們人類活動減緩 二氧化碳排出來的量變少 但是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 是沒有停下來的趨勢 它還是在上升中 它不會減少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要比這些 還要更努力 還要更努力的行動 那麼這個下降的幅度 2020年 這個二氧化碳排放量 恰恰好 是等於當年80協定的時候 所提出來 2020年要達到的一個減碳排的目標 而這個目標不是因為各國努力得到 而是因為我們不想要的一個疫情 不得已造成的結果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未來要繼續往80協定的 的這個 大家的這個目標前進 2050年希望達到0碳排的目標 會是一個非常困難 而需要更多人用更大的決心去促成的 這個圖呢 跟大家解釋一下 橫軸是年代 這個年代是80萬年 對80萬年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球這麼漫長的歲月裡頭呢 二氧化碳濃度是高高低低的在起伏 可是 到我們這個世代 它是直線往上飆高的 在這一百年來 我們已經衝破了 地球永史以來 二氧化碳濃度的最高值 而再往上再增加100個ppm 所以 現在地球的環境 是永史以來 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個 一個兼具的一個局面 這麼多的二氧化碳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本來自然的狀況下 太陽輻射的熱能進來 有一部分會留在地表 維持這些動植物 溫暖的一個生活環境 那麼有一些會再輻射出去 但是 因為我們人為的工業活動 導致二氧化碳過多的排放 使得地球很像 穿了一層厚棉袄一樣 這層厚棉袄包住地球 沒有辦法把這個過多的熱量散出去 就像我們在大熱天 穿毛衣不脫掉 一定會覺得很悶 在裡面悶燒著 現在地球的狀況就是像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的溫度會因為二氧化碳越來越多 而悶悶悶悶悶一直往上燒起來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左邊這個是1880年的地球 這個是 右邊是2019年 這顏色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這個溫度計 比這個均溫 14均溫 14度C當均溫 微低的就是藍色 微高的就是紅色 那麼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動畫 給大家看一下 從1880年到2019年 我們地球的升溫的情形是什麼樣 剛才可以播耶 好沒關係 那這個動畫沒辦法播 不過呢 大家還是可以看出來 在1880年跟2019年之間 我們地球的溫度 確實是從一個相對冷的情況 變成一個好像火燒發高燒的一個狀態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什麼地方的顏色變化最劇烈 對不對 上面 上面是哪裡 北極 北極 所以確實我們也是感受到氣候變遷 是從北極的浮兵越來越少去感受到的 對不對 所以北極熊率先就是第一批的氣候難民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這些熱量呢 從工業革命以來 事實上 科學家計算 已經有超過69億顆的廣島核彈的能量 累積在我們的地球上 廣島核彈耶 它的一個爆發會造成那麼大的傷害 那麼大的摧毀的能力 可是我們的地球 已經幫我們承受了69億顆這麼多的能量在裡面 那麼這個能量呢 相當於是6600萬年前的恐龍滅絕那時候 小行星撞地球的那個能量的威力 那你說 那時候撞了以後我們這麼多能量 然後恐龍就滅絕 現在沒有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這麼多的能量 瞬間撞擊造成的 而我們是200年來累積了這麼多的能量 但是大家也可以想像 這樣的能量造成的衝擊力 未來我們是要一一去承受的 首先呈現在這裡的就是溫度的上升 溫度呢 我們在2015年已經比工業革命之前高了整整一度吸 高了整整一度吸 那二氧化碳的濃度也已經創新高了 科學家說 如果二氧化碳濃度超過450ppm的話 就會造成不可逆轉的結果 什麼意思 就是說 當二氧化碳濃度達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很多的自然現象都是會產生一個加成的效應 譬如說 北極圈的湧動土的溶解 湧動土的溶解會釋放出更多的甲烷 就會造成更多的溫室氣體 產生更嚴峻的溫室效應 讓我們的溫度更大幅上升 譬如說 冰的消失 不論是北極冰 或是南極大陸的冰消失 白色的冰本來是可以反射陽光 可是冰的消失露出黑色的深藍色的海洋 或是黑色的土地 就會吸收更多的熱量 就會造成這個暖化的現象更加的嚴重 產生一個惡性的循環 這個是我們地表溫度平均溫的成長趨勢圖 如果依照剛才的這樣子的一個成長趨勢的話 我們預估到2036年就會突破1.5度C 2063年會突破到2度C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每天溫度都這樣上上下下啊 氣象報告一下就說今天增加1度2度 然後有時候寒流來還降個5度10度 好像我可以接受啊 穿穿衣服啊 或是開開冷氣啊 然後我可以調適 1度2度有那麼嚴重嗎 為什麼大家都會說很嚴重呢 這個1度2度指的是平均溫度 是全球的平均溫度 這裡就讓大家看看 1度C增加的 我們會產生極端氣候 就是非常熱跟非常冷 這個我們已經歷經了 這10年來都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會有熱鬧 會有寒流 到升溫2度的時候 會引發大規模的病毒跟傳播的危機 大家看看 我們去年是不是 就是經歷了這樣的一個危機 還在持續中 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緩解 可以結束這件事 但是呢 我們的溫度有上升2度嗎 還沒有 對不對 剛才給大家看的數據 現在呢 頂多是1.1 1.2 我們就已經看到這樣的結果了 所以如果再往上升 如果我們沒有做任何具體積極的作為 那麼這個溫度一直上升 我們能夠承受嗎 這些物種會消失 人跟生態之間的平衡錯亂了 我們人類還能夠 好好的生活在這個地球上嗎 難道我們 要像那個科幻電影一樣 搭太空船移民到火星嗎 地球是我們的家 地球是我們的家 那麼這麼多的熱能到哪裡去 剛才說 69億顆廣島核彈的能量 海洋 海洋是大自然的母親版 它默默地承受著 吸收了93%的能量 那其他大氣啊地殼啊冰雪圈 也都有吸收 那麼因為海洋的量體很大 而且水的比熱很大 所以它可以吸收很多很多的能量 而沒有很明顯的變化 但是當它吸收飽和了之後 這個變化就會非常的嚴重 首先就是當海洋吸收飽和 它溫度開始上升 我們大家都有煮過 在家裡有煮過水嘛對不對 煮湯啊 你這個煮水煮湯的時候呢 這個溫度點起來 然後呢慢慢上升 這個時候是不是水蒸氣也慢慢的出來 對不對 海洋也是一樣 當海洋的溫度增加的時候 它蒸發的水蒸氣的量也會增加 所以大氣中的水蒸氣的量 也是大幅的上升 那麼這麼多的水氣跟海洋之間 就會產生很劇烈的交互作用 因此我們也有感受到 在這十幾年來 好雨 特大好雨 或是強台 超級強台 席捲不止台灣 世界各地都是這樣 海洋增加溫度 當然第一個受害的 就是海洋裡的生物 海洋裡的生物最敏感的 就是我們的珊瑚礁 珊瑚礁溫度上升之後 它就會白化 白化就是它快要死了 它快要死了 那珊瑚礁死了 如果真的死了會怎麼樣 珊瑚礁是我們海洋裡面最大的一個生態系 它裡面你看 為什麼大家都想要去潛水 去大堡礁 去帛琉 去沖繩 去潛水 要看什麼 就是要看這些漂亮的熱帶魚啊 在裡面游來游去啊 如果珊瑚死掉了 他們還能活嗎 海洋吸收熱能 溫度上升 海洋也幫我們吸收二氧化碳 海洋幫我們吸收二氧化碳 它就造成所謂的海洋酸化 TH值降低 TH值降低 甲殼類 珊瑚礁 它們的鈣化能力也都會喪失 所以整個海洋生態系 受到巨大的衝擊 這些過多的二氧化碳 在自然界裡面 它就造成一個失痕 本來呢 是一個很好的循環的 植物可以幫我們吸收二氧化碳 固碳了之後 然後動物再經過呼吸作用 把二氧化碳排出去 或者是微生物做分解 排出二氧化碳 這是一個循環 不論是在陸地上會產生這個循環 在海洋也是會產生這個循環 可是因為人為的因素 過多排放二氧化碳 就造成了我們現在年增量 二氧化碳是40億噸的排放 40億噸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給大家一個想法好了 我們這個二氧化碳呢 它是空氣嘛 是沒有重量的 沒有重量的東西 要累積到一噸 我們先不要講一 累積到一噸 你覺得要有多少的二氧化碳 才能夠累積到一噸那麼重 你現在呼吸 有感覺到二氧化碳的重量嗎 沒有 那要多少才有一噸呢 差不多是三層樓寬 三層樓高的直徑三層樓的一個大氣球 差不多就是一噸的二氧化碳的體積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40億噸那是有多少多少的二氧化碳被排出去 這些碳呢被排出去之後 大自然去吸收它有兩個系統 一個就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所謂濾碳 就是植物透過光合作用 吸收二氧化碳 合成葡萄糖跟水 然後植物就會長大 對不對 這個是叫做濾碳 好 藍綠藍綠 有綠 自然界也有一個藍 藍碳 藍碳呢 就是海洋生物 海洋生物不論是活動或是生長 它都會吸收二氧化碳 跟光合作用一樣 把碳固定下來 這叫做藍碳 那這些藍碳呢 最大宗 最大宗 當然有很多種生物 或者是它的活動 都可以幫助我們固定二氧化碳 都可以叫藍碳 但是最大宗呢 就是海岸生態系統 海岸生態系統 包括所謂朝間帶 岩藻帶 還有紅樹林 以及海草床的部分 這些地方 這些都是植物 所以它一樣是可以行光合作用 然後進行固碳 那這個藍碳的部分呢 很特別 它比陸地的這個熱帶森林 我們都知道熱帶雨林可以做固碳 它比熱帶雨林的固碳呢 更高 更高 你們可以看一下 像是這個朝間帶 就已經可以高達八百 八百 這當為什麼 八百頓 然後呢 這個紅樹林更高 那請大家特別注意的是 它這個顏色代表意思 咖啡色的部分呢 是它固碳之後 它會留存在土地裡面的 綠色的部分呢 是它行光合作用 然後固定在這個植物生長 所謂biomath 就是提供給植物生長所必須的 長出那個樹幹啊樹葉這些東西 那 長出樹幹樹葉這些東西 它 在它活著的時候 它是固碳 可是 當它落葉 像我們 冬天看到很多落葉 落到地上的時候呢 微生物分解 它就會又釋放回去大氣中 OK 但是 我們的這個藍碳的部分 它大部分 都是固碳之後 就留存到土地裡面 留存到海床下面 因為海水溫度低 微生物活動比較緩慢 而且它沉積速率很驚人 所以在它還來不及分解之前 它就已經被包住了 可以這樣去想像它 OK 所以這個藍碳能夠固定的碳量 甚至是熱帶引營的五到十倍 這麼多 這個藍碳呢 儲存了大部分的二氧化碳 所以這也是海洋提供給我們的 剛才講的這些 是海洋生物行光合作用 其中有一些 除了行光合作用之外 它還會行鈣化作用 鈣化作用 就是它會把二氧化碳固定下來 變成它本身的骨骼像珊瑚這樣 那麼還有另外一種 是鈣化之後會形成礁石的藻礁類 這些也都可以達到固碳的效果 所以海洋每年呢 都能夠吸收三分之一的 將近三分之一的人為的二氧化碳排放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個固碳的貢獻 這些海洋生態系也就是我們 沿岸生態系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主要的藍碳的主角 只有在我們全球面積的百分之二 但是呢它可以儲存百分之五十 這麼多的碳固定下來 而且就像剛才圖表給大家看 它固定下來之後 就存在土裡頭海床下面 深海裡面 所以它不會輕易的再排放出去 它可以儲存數千年 數萬年之久 在地中海那邊 曾經有科學家做過研究 底層的這些海藻床 固碳的效果 甚至是六十萬年前的碳 所以它可以達到的固碳的效率高 固碳的時間久 固碳的量也大 這些都是我們沿岸生態系 能夠幫我們做減緩暖化的一個大工程的角色 除了能夠固碳之外 沿岸生態系還有這麼多的功能 它可以提供各式各樣的生物 生存的空間 可以提供我們的漁獲 保持這個生物多樣性 讓我們能夠好好去研究它 去發揮更多這個 譬如說醫藥上啊 或是科技上的發展 它也可以幫我們穩定這個地形的結構 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 一個完整的良好的生態系 可以提供的 但是很遺憾的 這個藍碳生態系 也就是沿岸的這個區域呢 卻是遭受到破壞最嚴重的區域 甚至比這個亞馬遜雨林的破壞還要嚴重 亞馬遜雨林就是在巴西那裡 可是呢 這個沿岸生態系是在世界各地 都要去跟這個經濟活動去做抗爭 沿岸的利用 人口增加 淤積等等 所以它的減少面積是每年每年的 快速的在上升中 過去50年已經減少了 快要到一半了 30到50% 那麼當這些沿岸生態系 被摧毀的時候 被摧毀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第一個 它不能繼續幫我們顧碳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 它本來顧的碳 又被釋放出來 雙重 所以 這樣子 是不是會更惡化我們 這個暖化的這些威脅 那麼 事實上 這件事情 就即將正要發生了 在這個沿岸生態系 一個非常重要的主角 我們剛才提到 叫藻礁 它現在也是 在桃園那邊 面臨了開發的危機 藻礁 這個大潭藻礁 它的位置 就在我們 這個北台灣 桃園的海岸邊 是一個突出來的位置 在這裡呢 東北季風非常的強 也造就了一個藻礁 適合生存的一個地形 所以在這裡呢 整片的藻礁 可以綿延27公里 這是齊柏林看見台灣拍的 從高空攝影拍下去 整個海岸邊 這些都是藻礁 紅色的是 春天的時候 生長旺盛的藻礁 它本身的顏色 它是紅藻 所以它會產生這個顏色 非常漂亮 好像海岸邊抹了一個 胭脂一樣 我們又叫它 胭脂海岸 藻礁是由殼撞珊瑚藻 去藻礁 10到20年 才長一公分 珊瑚礁大家很熟悉 一年長一公分 所以這兩個比起來 藻礁長得更慢 那麼 在桃園大潭那邊的藻礁呢 它的厚度量起來四公尺 寬有五百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範圍體積量體 去換算它的成長速率 估算呢 已經有七千六百年了 七千六百年 這是全球景見的 而且是在潛水域 就是沿岸邊的一個藻礁生態 那麼這七千六百年呢 告訴我們什麼 它經歷了整個地球溫度的變化 這個橫軸是數千年當單位 數千年前 這是我們現在的地方 我們現在溫度在慢慢的 不是滿滿 是快速的 快速的爬升中 那麼呢 在 藻礁的生活歷程中 七千六百年 事實上它有經過一個 地球暖化的時候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從研究 藻礁的這些粒質結構 去了解氣候變遷發生的事情 來做一個借鏡 這是藻礁的一個保護 那麼當然剛才也有提到 藻礁是碳酸鈣的層疊 也是一個碳吸醇的一個裝置 還有一個就是 藻礁呢 它孔隙很多 孔隙很多 所以海浪打來的時候 它能夠有效的消除波浪 而且它一體成型 不會像硝波塊一顆一顆 會被捲走 大家要猜猜看 這兩塊礁石的剖面圖 哪一個是藻礁 左邊還是右邊 右邊大家都好聰明喔 左邊看起來就是比較致密 對不對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珊瑚礁 右邊 藻礁的構造 因為它生長慢 所以它會產生很多的孔隙 那麼這些孔隙 是不是很適合小生物來躲迷藏啊 對不對 OK 沒錯 在一塊牛奶河大小的礁石中間 就可以找到這麼多這麼多的生物在裡面 所以剛才我說 綿延27公里 四公尺這麼深的藻礁 它能夠有多少的生物 大家可不可以想像一下 有多少的生命在裡面 還有除了數量多以外 種類也是非常的稀奇喔 大家看看 有各式各樣這些珍稀的物種 包括我們台灣的一級保育類 柴山多杯孔珊瑚 國際冰尾物種 喉嚨阿雞腳 還有白海豚 都有在這附近出現過 顯示這個區域 它的生物多樣性是非常的豐富 它從最低層的 這些珊瑚啊 藻類啊 到這個 我們的螃蟹 海星 甚至到這個高級的獵食者 形成一個完整的生態鏈 所以在這裡也獲得了國際的肯定 把大潭藻礁標定為一個希望熱點 也就是生態是非常非常豐富的一個地方 但是這麼一個寶地 價值這麼高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看到 桃園的沿岸都是工業區 所以在這二三十年來 藻礁事實上是遭受了各式各樣的污染 尤其是大潭藻礁 它現在要面臨的是一個滅絕的危機 中有第三天然氣要在這裡開發 挖土機要下去挖 藻礁就像千層派一樣 一層一層非常脆弱 有去過的人就知道 走上去甚至還會聽到它碎裂的聲音 就像巧克力酥片那樣 一碰就碎 所以想想看 挖土機下去會發生什麼事 想想看一挖下去 剛才的那些成千上萬億的生命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裡 要在這邊蓋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這片就是藻礁 靠海岸邊的是沙岸 這邊已經蓋了一個這個便道 準備要在這邊蓋一個 第三天然氣的接收港 這是一個原定計畫 這邊是我們的藻礁區域 就是G1 G2 G3這個紫色的範圍 本來是這邊都要把它挖下去 那因為呢 環境團體還有很多學者 在這邊的研究 抗爭 溝通 所以現在的計畫是 做這個黃色的部分 還有這個外海的提防 在這邊要做填土 要做填土 要做俊生 所以就是說 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把沿岸的這個 G1 G2 G3的藻礁給留下來 不要去碰到 但是 填海造陸會造成什麼事 你把一個提防建到海中間 海流一定會受到影響 這些海洋生物要吃什麼 更何況 會產生所謂的凸體效應 海流過來 會受到這個提防的影響 會在提前面 產生淤積 沙子會掩蓋上去 塞住這些孔隙 然後呢 另外一邊會產生侵蝕 事實上大潭藻礁的南邊 就是關心藻礁 這邊已經被桃園市政府 列為一個生態保育區 它已經是生態保育區 可是呢 它剛才我們不是圖上看 已經有一個提的變道嗎 已經造成了很小部分的凸體效應 就已經導致這個關心生態保育區 憲政府必須要去做這個 那個消波塊的處理 來避免這個侵蝕越來越嚴重 那你就不難想像 那麼小的一個提 就是這個粉紅色這一段子的 就有這樣的影響 那麼如果這整塊都把它圍起來 這個侵蝕的力道 這個淤積的效果 會有多麼的嚴重 所以 他們雖然號稱留下了 G1 G2 G3的藻礁 但是所有 沒有在這個範圍內的藻礁 是全面的會受到影響的 那麼 所經濟的發展還是很重要啊 是不是 我們還是很需要那個天然氣 很需要那個天然氣接收站 確實是能源轉型上面天然氣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在供電上面 台電是可以去做調配的 台電可以去做調配 還有 可以讓它的能源使用的效率是更好的 減少更多的碳排 主力要放在發展再生能源 那才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還有最重要的是 還有最重要的是 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我們 能不能夠從自己做 節能 奢華浪費的生活方式 把它改成簡樸的 節約的 不要消耗那麼多的能源 政府就不需要為我們 準備那麼多的電 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領域時間縮少 多使用大眾交通工具 水手關燈 在地生產 蔬食 拔插頭 這些大家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減塑 重複使用 循環利用 所以 對於大潭掃消的困境 希望邀請大家 一起幫我們 挽救它 把它留下來 在這兩三年間 學者專家 已經跟 中油跟台電跟政府機關 做了無數次的溝通 這是最後的一個手段 我們希望 能夠透過公民投票 來討論這個議題 來讓這個議題 能夠被更多人看見 更多人了解 來改變這個 傷害一個這麼重要的 生態熱點 這麼重要的一個 和儲存 跟我們未來世代的 生存 氣候的變遷暖化 這麼相關的一個區域 能夠讓他 藉由這個公投留下來 所以只要18歲以上的 國民都可以幫我們 做這個動作 填好這個連署書 然後寄到公投小組來 只要每個人 都能夠有心 做 行動 我們就可以 挽救我們的環境 上人說 人類對地球的破壞 已經超過了大自然的承受 為有人類 深刻的反省 疼惜萬物 大自然 降低自己的物欲 我們的地球才能夠永續 人類也才能夠 免於氣候災難所苦 希望大家都能夠 以慈悲的行動 一起來 改善這個氣候變遷的事實 不是光是去求佛保佑 而是要從內心裡頭去發願 而是要從身體力行的去改變 改變心態 改變行為 才能夠真的 產生行動 改變我們的環境 最重要的是 要去影響其他人 我們需要讓我們自己 成為一個善的種子 去發散出去 影響身邊所有的人 大家一起來努力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一起來促成這個 台灣史上的第一場環境公投 沒有任何的政治色彩 單純的就是為著我們的環境而努力 為了保留這個珍貴的自然資產 而努力 來喚醒所有台灣人 對於環境的意識 對於生態的重視 讓我們台灣可以共好 所以 希望現場的各位來賓 除了你們自己簽署之外 也能夠幫我們 多帶幾份回去 給更多人一起來 知道這件事 一起來響應這件事 我婆婆是慈濟的會員 在新竹的環保站 她跟我說 阿佩 你一定要讓大家都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 一起來做好事 一起來做好事 讓台灣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那現場我們想開放提問 非常感謝思佩老師 給我們這麼多的資訊 這麼感性又知性的分享 那現場我們現在要開放 就是觀眾提問 不管對於藻礁 不管對於氣候變遷 或是對於現在您要簽下的公投 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大家來發問 有沒有任何的觀眾有問題的 請舉手 是 歡迎發問喔 是 我不懂什麼是藻礁 好 什麼是藻礁 來 什麼是藻礁 好 那個銀杏老師 思佩老師 請再回答一次 用最清楚的方式 來讓大家 再瞭解 再認識一下 什麼是藻礁 謝謝 謝謝 好的 因為剛才時間有點急迫 所以就草草的帶了過去 大家一般來說對藻礁都會覺得非常的陌生 因為我們比較習慣聽到的是珊瑚礁 其實珊瑚呢 是一種動物 那藻礁是植物 它們兩個藻礁都是一樣的 就是累積碳酸鈣 然後形成這個礁石地形 這樣子 但是呢這個珊瑚礁 我們平常都覺得它很珍貴 要愛護它 因為它長長很慢 一年一公分 我們就覺得它很 藻礁呢 事實上 二十幾公分 它是像土水泥這樣 上去 它是由殼狀珊瑚 去建構出來的 就好像一層殼 抹在那個岩石上 然後它活著的時候就是紅色的 然後它死了之後呢 就會變成灰白色 然後在上面再長新的 然後再這樣一層一層一層 那會不會白還是會再長 對對對 就是 對對它就會一直長一直長一直長 然後所以它就越來越厚 那現在 桃園那邊是最深有四公尺 所以算起來就有七千六百年 這麼久 對 七千六百年 它後面一直繼續下去 它就會 越來越難 就死掉了 它現在不是污染讓它死掉而已 它現在是挖土機要把它 碎掉 對它一碰就碎 你想嘛 就是腳踩下去都會 脆片 對對對 所以它是很脆弱 而且它裡面很多 孔隙有很多的生物在裡面 是 不過你們已經不錯了 兩百三十幾變成 它本來要那麼大 它現在只有三十幾 只是說它的破壞很大 它是縮小它要挖的面積 但是那個是海岸上看到的 但是藻礁它是一個潮間帶 就是斜斜斜斜斜的升到海裡 那你想想看 它這個港口是要接收 中東那邊來的天然氣 是很大的船 所以它需要峻升 所以它只是避開那個沿岸的部分 但是下去 六到八公尺的地方都會被挖 這真的是好問題 為什麼中油要選在這裡 因為它已經被中油買下來了 所以它就要用它的地 可是它沒有想到說 這個是一個生態多麼豐富的地 所以我們現在想辦法要公投 需要大家的支持 請大家一起努力 需要大家的支持 讓它搬走 是的 是的 我們的公投訴求是 每一個人的力量 希望它搬走 不是希望它不要蓋 我們有其它替代方案 是的 有別的替代方案 希望它移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 發揮自己的力量 想辦法把更多的資訊 傳遞出來 哪一句 有別的方案是嗎 希望它搬到別的地方 不是叫它不講 因為很多人會說 叫它不講 叫它不講 對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公投書 對 這張是十幾年前 來這裡有資訊 好 您可以就是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 影響很多周邊的人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救一下 是 救一下這個珍貴的藻礁 好 剛剛那個還有 好 我們的連署書的主文 就是 希望第三天然氣接收在千里 千里桃園大潭藻礁的區域 然後把觀音溪到新烏溪 就是大潭藻礁 還有 所有藻礁 生態最豐富的這一段 可以留下來 還有往外延伸五公里 我們希望它不要做那個港 不要浸升 所以這整片海域範圍 希望能夠完整的保留 這個是我們的公投的需求 好 那這是第二階段的公投 那這是第二階段的公投 需要大家幫我們一起連署 才能夠提案 在二月底以前 我們需要三十五萬份 才能夠成案 所以 不是只有現場的 我們大概這邊 大概就一百多人 我們需要大家去發揮乘以十的力量 讓這一百個變一千張 然後這樣再慢慢擴散出去 才有機會達標 三十五萬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是 這塊地一開始就是那個私人的 他是陳友豪的 就是那個東地市集團 跑掉的 對 然後有一些故事 總而言之就是 中友就花了二十億 把這塊地買下來了 所以他在這邊 會有一些規劃跟發展 因為這塊地 在二十年前 就已經還評過了 但是呢 我們那時候是都還不知道 他是藻礁地質 是這二十年 學者才去研究出來的 才發現說 喔原來他是很珍貴的 固碳的藻礁 喔原來裡面有很多珍貴的 這個海洋生物 有這麼多稀奇的 我們都還不認識的東西在裡面 還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 都是這十幾年才 趕快去把它研究出來 但是還有很多很多是未知的 對 很大 對 對就是大潭電廠那裡 他已經蓋了 對 然後海邊這裡是 藻礁的地方 是我們現在最需要把它保護 還來得及 對 還需要靠大家 趕快幫我們傳出去 還有十天 不會 我們眾志層層 每個人都是一份力量 對 就像那個挪威的小女孩 張伯格有沒有 她那麼小 沒有權沒有事 她就可以影響這麼多人 還進到聯合國大會去講話 好非常感謝大家 那今天有很多熱烈的觀眾 在現場提問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一一回答 那我們到現在我們直播已經 差不多要結束了 那如果說還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說想要再拿更多的那個 連署書回去 讓親朋好友這邊 可以幫忙連署 幫忙就這個藻礁 那請就是聯絡我們任何 穿著荒野衣服的志工 好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 謝謝大家 今天來歷臨您聽 好感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